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是有关呼吸 那腹部撑呢 一般的时候是 下去的时候放下去的时候吸气 上来的时候呼气 下去的时候可以慢一点 上来的时候可以快一点 这是第三个要点 第四个要点呢就是说 做腹部撑的时候要尽量的保持腹肌的收缩 保持身体成一条直线 注意看我的腹部是收紧的 整个身体是成一条直线下去 再上来 不要这样子 这个呢很多时候都是锻炼了背骨 没有锻炼了胸肌 好的今天讲了如何做腹部撑 希望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好的今天就谈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